每周杯决赛也即将开始 而阿根廷国家队也在决赛前 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告别活动 这次的活动也主要是阿根廷世界杯冠军功勋 迪玛丽亚的退队晚宴了 其实关于迪玛丽亚将会退出国家队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这位超级功勋 在世界杯结束后就想要离开阿根廷国家队了 因为他也明白 自己的生涯也堪称圆满 国家队冠军都拿到手了 但在拿到了世界杯冠军之后 迪玛丽亚还是收到了队友们的热烈欢迎 继续为国家队奉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这次美洲杯进入到决赛后 迪玛丽亚也明确表示了 这是自己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决赛之前 阿根廷国家队也为迪玛丽亚 举办了盛大的活动进行庆祝 在告别晚宴上 作为黄金搭档的梅西 也站出来了为迪玛丽亚送上了动情的发言 梅西回顾了两人生涯一起合作的经典时刻 并且感谢了迪玛丽亚这些年来的付出 加上国家队也为迪玛丽亚送上了定制的球衣款式 这件金色的11号球衣也象征了迪玛丽亚 在国家队为大家做出来的贡献 不得不说这次迪玛丽亚也得到了相当大排面 下面坐满了国家队的成员 只是这位在大赛 就有大心脏发挥的球员 是彻底无缘了2026年世界杯了 在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中 他的制造点球和单刀进球 都是阿根廷夺冠的根本原因 一直低调默默贡献自己力量的迪玛丽亚也值得大家尊重 迪玛丽亚告别晚宴强人泪水 梅西紧紧拥抱 球迷 球场再无天使 离别的时刻总是伴随着些许不舍 当天使迪玛丽亚即将作为一名阿根廷国家队球员正式退役时 他内心必定百感交集 这位阿根廷足坛传奇在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征战梦寐以求的冠军赛时 球队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告别晚宴 从现场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曾经引领阿根廷队冲击无数荣誉的天使球员 在盛大的仪式上强忍着泪水 最后被老队友梅西紧紧拥抱 足见这位球员对国家队的眷恋和不舍 迪玛丽亚无疑是阿根廷国家队接二十年来的绝对大腿 他率领阿根廷多次杀入大赛决赛 为球队带来无数荣誉 被球迷亲切地称为天使 在今夜的告别晚宴上 阿根廷全队为这位功勋球员送上了隆重的致警 并赠与他一件十一号球衣 这个号码必将载入阿根廷队时 当迪玛丽亚接过那件十一号球衣时 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神色 但随后又禁不住泪水涌出 可以想见他此刻内心的复杂情感 过去二十年里 他和这件球衣和这支球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而今天中要与之诀别 难免感到依依不舍 而迪玛丽亚最亲密的老队友梅西 此时也情不自禁地给予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 在这个拥抱里 必定包含了两人多年的战友情意和对即将到来的别离的不舍 身为国家队双雄 梅西和迪玛丽亚曾经并肩作战 共同为阿根廷追求过无数荣耀时刻 如今 当一位战友即将离开时 梅西内心想必充满了复杂的感受 不愿放手 但又明白这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 他用最真挚的拥抱 向这位老战友表达了自己的祝福和不舍 阿根廷全队也以雷鸣般的掌声 向这位离别的天使表达了最后的敬意 对于即将退役的迪玛丽亚 球迷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感慨 有人悲伤地表示 球场上在无天使 有人则用致敬天使来向这位伟大的球员告别 更有球迷感叹道 迪玛丽亚是阿根廷队今20年大赛决赛的绝对大腿 他的离去必将在阿根廷队留下难以填补的空缺 不过 也有球迷期待这位天使能在最后一战中再次施展魔法 为阿根廷队圆满结束国家队生涯 生涯的最后一战 迪玛丽亚必将全力以赴 尽管时光匆匆 岁月飞逝 但他在阿根廷队留下的那些精彩时刻 必将永远镇刻在球迷的心中 当梅西再次挺进中路时 下意识寻找的 或许永远都不会再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但是 天使的足迹 必将永远成为阿根廷队历史的一部分 成为后人永远景仰的标杆 再见了 天使 你的足迹将永远照耀阿根廷队坛 阿根廷队在告别迪玛丽亚的晚宴上 所表达的浓浓深情 也预示着这位天使球员 即将画下人生心的篇章 虽然离别总是让人伤感 但我们相信 迪玛丽亚未来的道路必将更加宽广 在国家队征战20年之后 迪玛丽亚选择在最高潮的时和羡慕 这无疑展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职业操守 此刻的他内心或许还有许多不舍 但相信他已准备好迎接人生的崭新篇章 作为阿根廷足坛的著名球星 他必将成为无数后辈学习的楷模 此前 迪玛丽亚曾多次带领阿根廷队杀入国际大赛决赛 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但最终他无缘捧起那做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 这必定让他内心遗憾 不过 我们相信这位天使球员一定会用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战 为自己的国家队生涯化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无论迪玛丽亚最后的国家队之旅如何收官 他在阿根廷队留下的足迹必将永远载入史册 当梅西再次挺进中路时 他下意识寻找的那个熟悉的身影或许已不复存在 但迪玛丽亚在球场上留下的精彩瞬间 必将成为阿根廷球迷永远的记忆 我们相信 即使离别再挤 但迪玛丽亚和阿根廷队之间的深厚情谊也将永不消失 在他挥别国家队的最后时刻 全体球迷都会为这位天使球员送上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祝福 前路漫漫 但请记住 你的足迹已深深捐刻在阿根廷足坛的历史长河之中 再见了 天使迪玛丽亚 每周杯决赛在迈阿密应食球场上演 36岁的安赫尔迪玛丽亚将迎来国家队告别战 开赛前一天 阿根廷足协在下榻酒店举办告别晚宴 足协主席塔皮亚出席 梅西向迪玛丽亚赠送纪念球衣 两人紧紧相拥 在大家的掌声和祝福声中 迪玛丽亚不禁善然泪下 在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 迪玛丽亚不止一次公开表示 2024每周杯是她的最后一届大赛 她要为年轻人让路 虽然斯卡洛尼和梅西一再挽留 迪玛丽亚也没有改变决定 在接受法国对报采访时 迪玛丽亚再次表明心意 我的决定不会更改 在国家队 我已经赢得了一切 我能以平和的心态与大家告别 虽然对我来说 这是非常伤感的一件事 因为我在国家队感受到了最大的快乐 过去这15年 我为阿根廷队付出了一切 不过 我们有很多年轻人 也配得上这件球衣 现在是时候退出国家队 并考虑足球以外的生活了 据葡萄牙记录报透露 在每周杯结束后 迪玛丽亚将与本菲卡续约一年 至少再聚乐部层面 她还会继续踢下去 不出意外的话 这场每周杯决赛将是梅西和迪玛丽亚 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就像梅西所说的那样 这是迪玛丽亚的最后一届大赛 所有人要为迪玛丽亚而战 赢下最后的冠军 南美的足球盛宴 2024年每周杯决赛要开打了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那么简单 对阿根廷的足球巨星天使安赫尔 迪玛丽亚来说 这是他的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战 意义非凡 想想都刺激 会不会再拿个冠军回家 阿根廷队昨晚可热闹了 大伙聚在一起 给迪玛丽亚开了个欢送会 想想那些一起踢过的球 一起流过的汗 心里那个暖阿 足鞋还特意做了件纪念球衣 上面满满的都是对迪玛丽亚的感激和祝福 看得人心里直发酸 说到迪玛丽亚 就不能不提梅西 这俩哥们儿 场上是好搭档 场下是铁哥们 晚会上 梅西给了迪玛丽亚一个大大的熊抱 啥话都没说 但那份情意 比啥都管用 他们俩 一起笑过 一起哭过 这份友情 可是真金白银换不来的 明早 迪玛丽亚就要上演国家队生涯的羡慕之战了 对咱们天使来说 这不仅仅是为了冠军 更是为了给自己花个圆满的句号 全世界的球迷都在等着看她的表演 咱们的迪玛丽亚 肯定得拿出12分的精神 给大家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迪玛丽亚虽然要告别国家队了 但她的故事 咱们会一直记得 阿根廷的天空下 曾经飞过一只天使 她的名字叫安赫尔迪玛丽亚 她的传奇 就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 回荡在每个热爱足球的心里